德国的第五大机场汉堡机场在昨天上午突发停电 造成机场完全瘫痪 大量乘客滞留 出于安全考虑 机场对部分的乘客进行了疏散 当地时间今天早间 机场已经恢复了电力重新开放 但是当天从该机场起飞的23个航班 以及降落该机场的10个航班被取消 部分旅客仍然面临航班延误的问题 机场发言人称 这次的停电原因是电路短路